这儿怎么了 小七 小七 你什么疯了你 你疯了 我现在叫家人服务赶紧给我打个老家卫生 下班了 那 您好 我再赶紧网上看到你们电话 那个 能现在过来给我打扫一下卫生吗 对对对 现在 马上 好 好 好 半个小时以为到是吧 好好好 先生您看看行了吗 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 有他在 估计你们俩明天还得来 薛老师您随时把电话 谢谢啊 小七 我叫了别人都睡了 别人都睡了 别人都睡了 你还叫是不是啊 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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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不信我把牙给你拔了 叫 叫 叫 你给我等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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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怎么了 你不会还在想那个土豪吧 我跟你说啊 其实你们俩不合适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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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星座不合适 还有那个月亮星座也不合适 反正就是还有很多很多原因 你别这样了嘛 你看你 谁想她了 我没想她 阿雅 趁着现在没人 你帮我盯一下 我去叫雅雅起床 雅雅不是起床了吗 不可能 她最会赖床了 你看啊 她什么时候起来啊 你都不知道啊 什么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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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干嘛 我不知道小七怎么样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等等吧 有点 都不如说 在人家里面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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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狗再叫了 三更半夜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打热打人睡觉了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声音小一点 不要再叫了 晓芹 你到底怎么了 你疯了 你疯了是不是 你非得把我折磨死是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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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把您送到一个收治疯狗的地方去 到虫无人苑去 把你脑子打开 看看到底是哪个 知名大错了 小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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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回来了 快来吧 想死你了 你们院长呢 我要见他 你预约了吗 小七 你给我回来 来 院长在诊疗室呢 稍等吧您 前两天我生病住院 让我老伴照顾了一段时间 结果我回家一看 妈呀 她给养坏了 小猫天天抓养自己的皮肤 上面还有点小棚板块 这是怎么回事啊 您别担心 我通过对她皮肤表层的 初步检查 应该不是太严重的问题 担心死我了 您不用担心 通过皮肤表层的检查呢 我怀疑她过敏 可能有几种状况 她可能有体外寄生虫 比如说 跳蚤啊 或者是剑马 还有就是真菌的问题 可这个呢 得通过皮肤检测 才能指导答案 好 谢谢您 那我安排人 您带她去检查呢 检查 贾长安带着小气过来了 奶奶 你等我一下 来 喝杯茶 消消火 小气 真棒 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丁议长 我向你咨询的事 你说这狗 它是不是也有神经病啊 就小气 我跟你讲 每天晚上鬼哭狼好的 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 一到晚上 还把那个音箱打开 整个我没法睡觉 邻居没法睡 我现在快被它整疯了 你知道吗 你 你看看样子 还给我装不作样的 跟什么事都没有似的 我估计小气 应该是得了抑郁症 抑郁症 你 你说我都没抑郁 她有什么好抑郁的呀 你想想看啊 小气这段时间 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先是小米的离开 然后是刘依丹的过世 她两个妈妈 都先后离开了她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她的内心怎么承受得起啊 这 她才一岁多 还是个孩子 经历那么多事情 太可怜了 是吧 小七 好可怜 那 那怎么办啊 不瞒您说 以前她跟着亮亮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了 幸亏当时我们给她投药 她才及时地稳定了病情 可能她跟你回去 又并发了吧 丁院长 那你现在赶紧再开药啊 开点药给她吃啊 可是呢 有抑郁症的狗狗 都不太好喂药的 有时候吃药 会攻击主人 不会吧 不会吧 这你可能不了解啊 在国外有个案例 在德国 有一只黑贝 就把她主人的鼻子 给咬下来了 真的假的啊 当然 我还把现场的照片 打印出来了 我拿给你看了 不用 不用 我不看了 我不看了 不看了 那 那 丁院长 那 那你得想办法 把她这病给治了呀 那你得做好思想准备了 这个病啊 没个三五年是治不好的 您这不就是宠物 宠物医院吗 专门给狗治病的 您不知谁治 那么着 我跟你讲啊 赵 我这带钱来了 这一万块钱 相反没事 您随便花 不够随时给我要 行不行 这不是钱的问题 而是我们宠物医院 不是这种病啊 丁院长 我 我求求您了 你 咱们也算是有缘分是吧 你跟 你跟小七的 你们缘分更深了 啥都不用说了 那么着 我跟你讲 钱不是问题 真的 多少钱都行 只要您能把它给治好了 这 我真没办法治啊 求求您了 这事就拜托您了 好吧 咱啥都不用说了 随时给我打电话 要多少钱都行 就能定了 还有 小七啊 我就放在这儿 我就不要了 好吧 就 就在那儿养是吧 贾先生 我好好照顾她了啊 贾先生 贾长安 你怎么来了 我 我 我来给小七看看病 给小 小七怎么了 是不是你把她怎么了 是不是你给她胃涂药了 你说 你说 你说说说 不是 不是 怎么可能呢 那你怎么会带她 来储物医院呢 我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你别走 别 贾长安 贾长安 大功告成 哦 耶 看贾长安吓成那样 我都觉得我过分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完全是我们的小七 太棒了 是不是 小七 小七 你跟小七玩得可乐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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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回来真是太爱了 我觉得 我该带她去一个地方 是要去李丹的墓地吧 你怎么知道 是该去告慰一下 她的在天之灵吗 一丹 我已经把小七 从贾长安那儿要回来了 你就放心吧 这次小七她特别帮 帮了我不少的忙 她真的是个神圈 从今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 在往后的日子里 真漫漫人生路 我跟她 互相不辜负呗 放心吧 小七 你再像上次那样 叫声妈妈呗 妈妈 小七 叫妈妈 一丹 我想 小七的心意 你应该都明白吧 其实这次 能把小七要回来 最应该感谢的人 应该是丁寒 如果没有她 我绝对不能那么顺利地 把小七要回来 其实她这个人 挺奇怪的 一开始的时候吧 总觉得她冷酷无情 跟灭绝失态一样 但是 相处久了 就发现她这人还行 人又善良 对动物又有爱心 而且她还 很美 我不是说她漂不漂亮 我的意思是 每次看见她 就觉得有一种 奇怪的力量 就好像 当你走投无路 万念俱灰 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只要看到她 就会觉得那都不是事 就会让我觉得 整个世界都特别美好 你别误会啊 我不是喜欢她 绝对不可能的 我跟她性格不合 天生就 就就就合不到一起去 一见面就吵架 再说了 你看我现在 什么都没有 一个男人一条狗 就算我真的喜欢她 她也应该看不上我 小七 回去啊 小七 赶紧回去了 再不回去丁寒要生气了 我回去丁寨 走吧 看不出来你还挺浪漫的 小琪 你好 随便看看 好吧 那你来挑吧 走走走走走 玫瑰 三只玫瑰 帮我这个包一下 这小狗真聪明啊 真会挑啊 那是 这可是我教的 韩 遇见你 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奇迹 不小心 这太乳麻了 冠冠居酒 在河之舟 窈窕淑女 君子 这太古牌了 应该现在的女生都不喜欢这个 你就是我的威 这怎么办 小琪 要不然 你帮我送去吧 小琪 来 送给我的呀 小琪 好香啊 好漂亮 谢谢 谢谢 真乖 送给你 谢谢 喜欢吗 喜欢 当然喜欢 这可是我和小琪精心挑选的 一些都是为了你 谢谢你 谢我干吗 谢你给我的点子 谢你给我的勇气 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谢谢 说真的 我觉得我们俩还挺默契的 谁跟你默契 默契这个词用得不太恰的 应该是 是 天生一对 天造地设 珠莲碧和双剑合斌 你少自作多情啊 我才不是为了你呢 我是为了小琪 是为了小琪 就是为了我 喝了一瓶 酒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 嗯 喂 你好 我们是留学生中心 您提交的申请 我们已经收到了 您必须要提前 预存一万美金的学费 我们这边才能够正式地 给您发通知 行 我会尽快把钱凑给您 好的 谢谢啊 不客气 有事啊 有 有 没有 就那个袁晓卿找我吃饭 我给推了 你老看着我干吗 什么事都逃不过你的狗眼 好 小琪 睡觉了 好 小琪 你醒了 再睡会儿吧 小琪 小琪 你多久没涮牙了 好 结实棒怎么没了 我给你好好刷个牙啊 真得快点把结实棒买了 小琪 小琪 今天还非得帮你把牙给刷了 你再跑 我让你再跑 我看你往哪儿跑 我看你跑 被我抓到了吧 再跑你 landscape 不 这是 摇摇摇摇白的是 这个地方 曹摇 событи 屋 Indonesia 今天我늘摇摇摇不明天 你没有 Izみんな 都在那里平均方面 在房间有好多幽默鬼怪 我们去治疗吧 你是什么怪物 秦志全 把她给我活着了 小七 你你 小七 你不要过来啊 小七 小七 小伙子 小伙子 干嘛呀 来来 拿着 这什么呀 租金 租金 租什么呀 租狗啊 租 奶奶这怎么能租狗呢 开玩笑呢 这有啥不行呢 你就租我们两天吧 不是奶奶 这是宠物医院 我怎么能租狗呢 小伙子 你就成全我们乐乐吧 行不行 不是我不成全 就租一天 多少天 一天 哎呀 你就拿着吧 奶奶 来来来 你 首先呢 我很了解 你爱孙子的心情 哎 也很感谢你家乐乐 喜欢我们家小七 但是这件事情 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最主要 还要看小七才乐不可以 是 那小七和乐乐玩得可好呢 你看 你看看 猴狗 来 是在那儿玩的 猴狗 来来来来 猴狗 来来来来来 好 来来来 这既然这个事情是这样 那 请让他去玩吧 哎呀 小伙子 我谢谢你 谢谢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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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你太客气了 你谢什么呀 小伙子 您放心 我会照顾好小七的 到时候啊 完好无所地 给你送回来 哎呀 我放心 我放心 你给我留个地址就行了 奶奶 没问题 快 谢谢亮亮哥哥 亮亮哥哥 再见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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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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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做给那个乐乐 你这不是立于熏心 敏灭人性吗你 我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乐乐喜欢跟小七玩 小七也喜欢跟乐乐玩 那就让他们俩一起玩 我也赚点小麦块 不就这样吧 艾灵 你真是让人失望 小七她不是玩物 也不是商品 你这样对不起小七 也对不起你自己 你知道吗 丁院长 哪有你说那么严重啊 我只不过是 把小七借给乐乐 乐乐也喜欢小七 小七也喜欢乐乐 两个人 小鹦鹉挺可爱的 到时候得让我老公 也给我买一只 喂 宝贝 你会说话吗 小美女 小美女给你买好吃的 小美女 看来是只笨鸟 阿婆 什么 阿婆 阿婆 你再说一遍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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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骂人 我爱你啊 谁叫的这是 小美 真没嫁叫 这位大姐你干吗呢 谁大姐啊 什么人是 这位女士 她只不过是一只 不懂事的鸟 您犯不着跟她生气吧 我爱你 我爱你 你是不是来过 你什么意思 靠近乎啊 觉得我眼熟 阿婆 小美 您是带狗狗看病吗 你又是谁啊 我是这儿的院长 我叫丁寒 您的狗狗呢 在那儿呢 走 过去看一下 小美 小美 小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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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乐 来 把牛奶喝了啊 来 把奶奶喝了 好 好 听 张吉祥 有这个女孩 剥 好 来 有手 大家 渡渡 那儿 我想问没 一股 起来 起 这孩子 乐乐 别再玩了 你看现了块儿 轮着你这么起来 看看 你看看啊 你们哪儿生了他 却不知道陪他 他一天哪儿 只能跟狗玩 我刚才给他做处诊的时候 发现他腹部有些异常 我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这个我不管 你就说 到底能不能治吧 那我先问你一下 你都给他吃一些 什么东西 我吃什么 他就吃什么 大鱼大肉 好着呢 今天呢 今天吃什么了 今天 刚才我吃了一根玉米 没吃光 剩下的都给他了 这怎么能行呢 狗狗的消化系统 和人完全不一样 不能人吃什么 他们吃什么 所以我们才为他们 专业的保护狗粮 这里面所有的成分 都是科学搭配 营养均衡 不易生病 有活力 你谁啊 我 班儿 丁院长 我就想知道 这狗到底能不能治 我们先给他做个必超吧 如果确诊了的话 需要手术 手术 那得多长时间 恢复又要多长时间 手术大概三个小时 那恢复的话 至少需要一周 一周 不行不行 太久了 我们还不如再买一条狗了 走 买狗去 等等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狗也是个生命 你们怎么能想想就想 不想想就扔掉呢 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我的狗 我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管不着 让开 余飞 你帮我看着 王女士 王女士 我希望你能够再考虑一下 我看狗狗对你也挺有感情的 而且 你也不差这点钱 别说了 这不是钱的事 我差钱吗 对啊 不差钱 就是怕麻烦 我这个人什么都不怕 就是怕麻烦 不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 你把狗交给我 我们给他做手术 手术做完之后帮他恢复 恢复好之后 我直接送到你家里 麻烦什么呀 哎呀 你们不知道 我老公常年不在家 我总是一个人 没有狗狗陪我 我难受死了 我得赶紧去买狗 我说你这个大姐 怎么油盐不尽 谁大姐 谁大姐 我还觉得我萝莉呢 行 萝莉大姐 走 买狗去 王女士 之前你就把金毛 扔在这儿没管 我就忍了 你现在还没完没了 一而再再而散地又扔是吗 缺不缺得呀你 你还好意思说我 上次 收我镯子的 就是你吧 怎么不收 哎 不是 你这是干嘛呀 我们这是违反规定的 你知道 我这是什么牌子吗 就这款 要很多钱呢 这可是我最喜欢的 老娘还就不信了 还给你 原样奉还 完毕归赵 一点都没动 王女士 你再考虑一下吧 给琪琪动手术 她底子好 手术完了很快就会复原的 术后你也不用担心 我们会帮你照顾她的 喂 老公 你又不回家了 你已经一个月也没回家了 琪琪她生病了 不能要了 我得再买一条狗去 你得给我银行卡里打钱啊 这个月又没有钱了 好吧 拜拜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爱咋地咋地 我得赶紧去买狗去了 买了狗 还得办狗证呢 麻烦死了 哎呀 麻烦死了 麻烦死了 真是乌语 你先给你 你先给你 把你穿一件衣服 小琪 你可以再给我 当一件模特吗 来 把帽子给我 这个模样呢 看着人模人样 想不到这样 真是脑子长到胸上 不是 你眼睛都往哪儿看呢 不是 我是跟他对峙的时候 无意之中瞄了一眼嘛 不过也是 来动物乐园这么几年了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呀 这种有钱还不给狗治病的 还真没见过 什么样的人都有 人跟人的差别 比人跟狗的差别还大 院长 这只狗狗的病情 已经十分严重了 如果不立刻手术的话 恐怕命就保不住了 那现在咱们 这财政好像有点困难 院长 你觉得有必要手术吗 救 必须得救 我也想管 那手术费怎么办呀 手术费多少钱我出 一万多你出得起吗 我出 出不起 你不是刚得了一笔钱吗 那笔钱不能赌 而且也不够 就知道你靠不住 我要是个百万疯啊 我也救 你们别争了 一定要给他做手术 钱走账上 院长 咱们这财政已经出现困难了 你再给他做手术 不太合适了 没错 要不然呢 把这只牧羊犬交给我 我给他实施安乐死 然后把他解剖了 还能做一个实验范例 不是余飞怎么这么冷血呢 我还能不能让牙牙跟你一起玩爽啊 你不也说不做手术吗 我那是说财政有困难 跟你占解剖了能一样吗 结果不都还一样的吗 现在连财劳费都少了 反正我以后不会让牙牙跟你玩 舅 一定要舅 能在宠乐园相遇也是缘分吗 我们不能放弃他 弟亲 她的女儿 小夕 你别再动了 你这动了就化不好了 怎chnya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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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飞 准备手术 好 走吧 阿亮 这次手术你来当助手 真的吗 你需要多实践 才能知道给动物手术是怎么回事 可 可是我还 你连当助手都这么没自信 那你这受医考试别去考了 我有 我自信满满 我自信爆棚 你不用紧张 我会在观察室里看着你的 好 谢谢你丁院长 别动手动脚的 我警告你啊 别给我丢脸啊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辜负丁院长的信任 准备好了吗 好 呼启机呢 一切正常 麻醉已经快要剩下 一切准备就去 手术开始 舔刀 镊子 看什么呢 让他出去看见 好 你 对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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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么说 你实事求是的说 我发挥得怎么样 没事 你别怕 放心大胆 夸 我这个人最精华 来来来 不及格 为什么 我哪儿不好了 你手术表现是不错 不过你刚刚摆什么